小的时候爸爸一直教我背很多的诗词歌赋 我一直在讲我们一个社会属性的人不仅仅是血脉 血脉只是基因的一部分 军群是军脉的一部分 还有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说的是中国话 吃的是中国饭 装的是中国心 这个叫文脉 当我读到了孔子的招文道西斯可以 当我读到了苏氏的逝者如斯 而未尝亡也 当我知道了王一鸣最后一句 我心光明亦负何求啊 我知道这些人 这些先贤们 你们从未离开 你们肉体逝去 然文脉永生 此之位 立德 立言 立功 三不休 为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 下一代去延续你的血脉 和军脉 然而你要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个加风 甚至留下一个可以广为被传颂的这样一段思想 一段诗词歌赋 这不正是古人所追求的试的精神吗 尼采 我们在以前学他的时候都告诉我这是个疯子 到四十岁的时候我再读他 我开始想 可能我们才是方子 尼采采在他后期的著作 《第一基督者》曾讲过 谁终将生振人间 必长久身自尖末 谁终将点燃闪电 必长久如云飘泊 我的时代还未到来 有些人死后方生 他如此 樊高也如此 当大家把他看成这些疯狂的人的时候 你可曾想过 他们亦是人类群星当中 那些最璀璨的天才 只不过他们超越而来 这些思想者 这些科学家 其实让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 越来越好 越来越具备选择的可能性 不管今天有多乱 我们都比之前的世界要好太多了 我们人性当中的这些善良天使 的确让暴力再减少 而科技的进步 的确又可以让我们用更小的消耗 来获得更大的支撑 向先贤们致敬 是应该我们所应有的态度 让这些文脉 更好地去扩展下去 帮助每个人建立起正确的思辨 不就是我们每天去做科普 或给大众去分享 我这些浅薄之见的真正意义吗